主席 各阶段都有工作上的压力 就你个人在推动各项 我就是一个全力以赴的精神 你会不会觉得很吃力 会不会执行你任何的 其他的职务,其他的身份 会觉得你当助理代表 会觉得倍感吃力 倍感吃力倒也未必 因为即使在台北工作 那你会不会觉得生日愉快 我只是希望追求工作的进展 那我是一个工作团队 不是我个人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这个团队 跟我share同样的感觉 在追求业务进展的过程中 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 所以我个人 不是一个实权实美的人 不过我希望我的团队 据上补短 肯定你的用心 有时候考虑到能力的问题 如果说对对工作 第一个强调沟通能力 日本人是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沟通 你事情才会有进展 那你觉得你的入门能力 是 日本国 我坦诚的讲 当然有所不足 是 还是 还是 還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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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刚才讲的不一样 所以不会是这个选项 就是 邱委员 我跟您报告就是说 我就是全力以赴 尽量 这当然我肯定你的全力以赴 但是你要 针对你的这个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当然是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当然 那你强调就是语文能力嘛 所以你跟 比方说跟 最近 啊 这两天在台湾访问这个 这个日本的这个 国会访问团 安信夫 那你跟他们 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翻译 在一个简单的绘画方面 我可以 可以讲一讲 但是大家要讲 对 但是大家要讲 如果你有一个问题 对 对 要十几分钟的时候 你要跟国会议员做一些沟通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翻译 需要 还是需要翻译 是 没有需要翻译 没有翻译的话 你没有办法 把你的想法 或者他们的想法 你没有办法听得懂 你的想法也没有办法表达 如果讲的是日语的话 对啊 那已经 过了当今一年了 一年应该 如果你很密集 很有这个积极的态度 把你的日文提升的话 我觉得应该 一年之内应该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日文能力了 可是这个部分 你如果要透过翻译 有时候 让人家觉得 日本 这个 诸位代表 然后 还要透过翻译来跟我谈 那这部分 他们感受会觉得 欸 不会那么的亲切 不会那么的直接了 那 另外就是说 在TPP的部分 那日本已经成立这个对策本部 还设立一个大层 人家是 就是请所有的国家的资源 非常重视TPP 嘛 那我们现在看你的报告 你TPP跟RESEP 这个工作小组 这工作小组有多少人 这个是集合我们政府组跟经济组的同仁 所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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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个专专业小组 大概接近十个人 对啊 人家是 这个 人家是这个 用政府所有力量 要很短的时间谈判加入 不过在台北啊 因为 呃 过去参与这个多边经贸组织啊 在行政院里面就有一个架构在处理啊 对啊 那是个任务编组嘛 任务编组 然后大家责任 这个分工都会不明确 然后后来当然成效不张嘛 所以你要应该 你要建议 因为你是第一线 你要建议说 这个 呃 经济部或者外交部 要整合成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工作团队 就起码你要提升成其类似日本这种 用这个行政组织的力量 用预算 用国家的这个这个资源 去全力推动这个事情 那我们很焦急的成立一个一个小组 我觉得是 是有一些问题了 那另外这个 你们的报告里面 我觉得做一个外交工作应该是要有进步的思维了 而且这名称跟台读很重要 提到这个中国 台 比方说日中关系 你的中还有一个挂号 我觉得 这个有必要吗 就还要在文字上面去做一些的计较 或就是 这个 为什么不能就 中国 就是中华联盟共和国嘛 那台湾就是台湾啊 那为什么还要说 这个 还要用一个挂号把它挂起来 我是觉得 不要在文字上去拘泥的 我们就是台湾啊 哈 所以 应该很明白 这个部分 不用太计较这些文字拘泥了哈 部长 是 我看很多你们外交部的这个报告 中一定要把它用挂号挂起来 你觉得这样子 对外交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没有 基本上就是 做个区别吧 这个 这个 外交工作要打开大核 要有进步思维 还在文字上面去拘泥 这个 这是好像是戒严时代 好像是这个还要 这个两岸还有 这个三部政策 不接触 不妥协 这什么时代 还要在文字上做拘泥 另外啊 管住的部分啊 那Yokama跟Tokyo 距离很近嘛 那为什么不继续思考这个 对台湾比较友好 比较亲切的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 你可以在东北 在神代你也可以考虑设处 或者在四国 四国 这个 因为这个四国是龙马的故乡 所以有很多这个历史剧的 这个一些台湾的这个剧名 这个很喜欢很向往在四国 不过四国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在四国 考虑四处嘛 那你东京跟这个Yokama这个 距离太近 所以我觉得Yokama的存在 当然那边是很多的这个台桥 或者华桥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功能性 可以做一些思考 是不是在东北 或者四国地区 考虑来四处 你的看法怎么样 横滨当然 刚才初委员也提到 有很多台湾区的桥民 在那个地方 过去跟这个办事处的这个 这个互动也非常的良好 虽然跟东京离得很近 不过他现在 还只有静岗神奈船 两个这个线 在处理业务 所以乔务地方心的业务上来讲 还是有他的作用性 你可以整合到东京嘛 你可以整合到这个东京办事处嘛 你没有必要再另外设个处 这个车程也不到半个小时嘛 那有必要这么近的距离 你可以把横滨的功能把它併到这个东京嘛 考虑到另外一个点嘛 所以你任内还是要有一些成绩嘛 你现在所报告里面写到 都是你前任推动的啊 你任内 你现在能不能说出一两项 你这个最大成就 已经将近一年了 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新的国会 里面成立了日华肯 人数超过过去 比如说这个渔业协议的签署 所以 这个邱委员的意见 我当然会向部里面反映 就是说关于这个驻横滨办事处啊 这个功能跟它的这个价值 然后对于在东北 在四国社处的这种 这个 这个 需要性 对啦 经济关系当然要突破 是 但是政治 政治的大架构 也考虑要怎么样去突破嘛 那你现在来台的 这个 都是国会议员嘛 那现任大臣 有没有可能这个突破 让他们来台湾访问 现任大臣 稍微比较不是那么政治性的这个职务啦 比方说环境大臣啊 比方说这个 救灾的大臣啊 国防大臣那个可能有问题啦 因为它有很高的这个政治敏感性 但如果一般的 比较 跟政治比较没有相关的 或者经贸方面的这个大臣 你也要好好去推动啊 我们在东京尝试去做一些说服的工作 你不要尝试啊 你要把它有一个功能 工作目标 你如果说 在你任内可以 破例 揮动 让日本的大臣啊 来台湾进行访问 就似乎性的 或者议题性的 我觉得这部分 你要把它列为一个工作目标啊 另外这个 苏特张主席啊 这个 当然提到这个所谓这个民主之福啦 民主之福啦 所以民主之福当然这个部分 可以作为台日深化关系的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连结点啦 所以真的这部分 这个 部里面也好 处里面也好 有没有针对这部分 在跟其他的这个 日本的商界啦 或者是政界 多做一些沟通 哦 当然这个 在过往 我们像日本各界 所提到的信息里面 都有提到就是 双方对于这个民主 人权 自由等价值观的共同处 就民主之福这个部分 是 你要让日本知道说 民主之福是台湾在推动 你不要只是 这个推动东海和平倡议嘛 东海和平倡议 它是有一个局限性 但是呢 这个 民主之福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以作为一个 台日之间在民主合作的一个 一个 一个成果 嗯 那你要把它这个 列为重要的一题 好好去推动啊 好 另外啊 你说那个 在堆积木 台日的这个 经贸的合作 或者 你如果 没办法签FTA 当然也可以考虑一些 如果一些 也没办法 用堆积木嘛 那现在积木堆在哪里呢 现在像过往所签的这个 投资协议 开放天空协议 这个 电机电子产品的这个 那未来还有哪些积木要堆 未来当然 呃 因为FTA 通常一般的FTA大概 总有21 22个章节吧 包括比如说智慧财产权啊 这个电子商务啊 像 所以还有我们继续追求 未来还要 你要推动你要签订哪些的这个 我想像电子商务方面的这个议题啊 可以可以讨论智慧财产权方面的议题 你要列一个重要的工作 工作目标啦 那另外这个 呃 台日这个 对FTA或者ECA 日本的立场是什么样的 台日FTA啊 嘿 就说 你现在当然是堆积木嘛 是 有没有可能就整个Hopax一起谈 FTA或者ECA 好 那日本的态度怎么样 我想堆积木这个方式来处理啊 是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的共识啊 所以 堆积木是这个退而求其事嘛 是 那你为什么不这个大难一点去推动这个 所谓ECA或者FTA的架构 是日本的态度是反对吗 反对倒也没有 因为像这个 呃 我们注意到一些在台的日资企业也有同样的呼声啦 呃 我们在东京的时候也会提到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呃 不过现在看起来因为堆积木的方式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然后有些议题已经在这个 这个 台面上 所以呢 我们还是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 那至于将来有没有FTA的可能我们也会注意 好 那这个 OpenSky的部分 是 这个你要考虑到是不是还有进一步推动第五航权嘛 是是 好第五航权你要如果说可以透过东京大阪 这个转飞到欧美 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国际航空也有很帮助嘛 了解 好你要把它列为工作目标啊 而不是说延续过去 你要有进步性的思维 是 创新性的思维 好 好